今天的AT个股推介 第一个是中石油 简选原因是 市场看好油价将会回升到100美元 油价向好有助支持油股的盈利 股份留意中石油 物格里预测 油价每上升1美元 中石油全年的盈利就会上升2% 法奇认为中石油第二季业绩 可能较有市场预期的好 即使油价按贵下跌 受惠城市用天然气价格上升 进口天然气亏损收窄 可以部分抵消石油 息碎前盈利的减少 新曼盟员就指出 今年天然气 顺价机制有望突破 一旦顺价机制完善 上游高成本可以顺利向下游传导 中石油作为内地主要天然气供应商 有望受惠 综合彭博的预测 中石油第二季盈利378亿人民币 安年下跌1.3% 全年盈利1422亿人民币 减少5% 中石油去年11月以来反复向上 昨日收报5.077 策略上 可以在前密集区底5.04附近收集 长线参考大行平均目标价 即是6.3% 下河 下河 这期材的表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